隔夜饭的好处是隔夜饭已经去到水饭 炒起来就容易分明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用到 马上煮的饭来炒饭 不过在炒之前 我们必须把这些热饭放在它 让它去到水汽才炒 不然它会很黏和不够分明的感觉 我们在炒热饭的时候 最好不要用碗来炒 而是放在碟里面 炒薄它 这样就会快一点和好一点的效果 其实炒饭不用太多油 通常一个茶匙的油一碟饭 如果你想它看到它的软身的话 你可以在炒饭就完成的时候 在一个滴滴滴包尾浓下去 那饭就很英俊了 很多人都以为炒冷饭 在冰箱拿出来就放在锅里炒饭 那就是最好的 其实就不是的 如果饭真的太冷 你就这样放在锅里炒 你炒的时间会很长 因为炒才能炒热 另外就是它会越来越黏 你会觉得越来越难炒 就是先要将饭在锅里面 慢火烤到它大概都要暖身 最基本的才会放在锅里面 还要一直放在锅里面 就在锅里面炒 让锅里面炒均匀 让锅里面炒均匀 即将锅里面炒均匀 不要太慢火 让锅里面炒均匀 它会黏着锅里面 就会形成了叫做黄金蛋包饭 就像炒均匀 有机会 就像炒均匀 感谢金与炒均匀 炒均匀 弄到锅里面炒均匀 一种炒均匀 就像炒均匀 炒均匀 炒均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